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你好,歡迎大家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Anna 近期我們發現了文明社會 其實我們仍然主要依賴西伊 但是隨著很多不同的媒體去報導的時候 我們都發現了其實西伊有很多問題的 就例如在手術的時候會出現醫療意外 又或者可能因為手術費昂貴 甚至令到很多人賠上很多的金錢 甚至在治療過程裡面 所以我們就想藉著這個節目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西伊以外,有沒有其他的醫療方法呢? 所以我們就請了一位場主的嘉賓 袁大明醫生跟我們分享一下這一方面的問題 而袁醫生是一位具有四科專業資格的醫生 就是自然療法醫生、脊椎神經科醫生、同類療法醫生 以及表列中醫 你好,袁醫生 你好,你好,Anna 你好,我剛才有沒有說漏了? 你好像很厲害 我知道你好像曾經去過外國去執業 有很多不同的經驗 其實我在1987年回來香港 我自己在加拿大都行醫了幾年 當時我是加拿大的一個註冊的自然療法醫生 以及註冊的脊椎神經科醫生 到1987年回流回香港 將自然醫療可以說是第一次帶來香港這個地方 那在加拿大是否流行 還是因為你發覺香港是需要 所以你決定還是回來幫我們香港人 香港人幫回香港人 其實醫療的問題 剛才你所說是很嚴重的 很多國家都面臨醫療費用的破產 你知道香港最近經常探討這個問題 當然也經常說 我們醫療需要繼續融資 醫療的開支不斷增加 也曾經邀請博士專家 哈佛來的蕭教授 不同的報告出現了 很明顯我們文明地方的人 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健康上的問題 不單是因為人口老化 其實我們發現很多人的病 不是因為年紀大而增加 其實患病的人的年齡越來越輕化 所以在自然醫療 在這個背景之下 在很多國家包括外國的西方國家 可以說是已經復興得很快 為什麼我回來香港呢 我知道香港大部分人對自然醫療的認識 起碼在我還沒回來之前 差不多是沒有人知道的 什麼是自然療化 什麼是同學療化 香港根本都沒有人聽過 始終香港是我家 雖然我都移民到加拿大 在那邊住了很多年 在那邊讀醫科 讀了九年 始終我都想回來香港 將這種醫療的工具 介紹給中國人 所以我1987年後已經回來 在過去這麼多年 我這方面都盡量把自然醫療的訊息 給香港更多人知道 所以真是多謝你成為我們的長住嘉賓 和我們分享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我仍然都不太明白 什麼叫做自然療化 那是不是我們吃得健康些 或者改變一下我們的飲食習慣 那就是叫做自然療化 就是我們不用吃藥的 只是改變我們的飲食習慣就可以了 當然自然醫療一定包括你的飲食方法 你的生活習慣 但是自然醫療就不是 有些人認為是否一種 不用用任何的醫療工具 不用用藥的方法呢 那嚴格來說 自然醫療就不是說你用什麼方法 自然醫療是一種醫療的態度 一種醫療的哲學 那這個醫療哲學 其實基本上就是我們身體 是有一種叫做自己醫治自己的能力 那我們就是利用一種天然的工具 環境、飲食、生活習慣 是幫助我們回復我們的健康 這種醫療的態度 我們就規納叫做自然醫療 那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香港人熟悉的 那個中醫方面 中草藥 香港人現有的脊骨神經科 都可以屬於自然醫療的 所以自然醫療是一種醫療態度 那其實這個醫療的歷史 在歷史上可以追溯到 公元前四百年前的希波格拉底 希波格拉底是我們 是供應做西方的醫學之父 但其實他所說的醫療的方法 那個概念的態度 其實都是完全是講自然醫療的方法 那其實他主要有沒有提出過 有什麼論點或者是怎樣 我不是很明白 我知道了 他都說他曾經有提及過或研究過 例如有什麼原則 有沒有什麼方法去提出過 其實他所說 在希波格拉底經常都所說 醫療醫生第一任務 就不要傷害病人 所以在自然醫療的守則 所謂的原則方面 第一件事就是 你怎樣也好 你不要傷害病人 大家了解到 今時今日的 我們一般流行的所謂醫療方法 就是屬於西醫那一套 其實自然醫療都是西方醫療 大家要清楚 因為我的醫療背景 我的醫學訓練的地方 全都是西方的 所以西醫西醫 其實有很多某程度上 是一種誤導人的 因為自然醫療是屬於西方的醫療 所以西方醫療 就不只是我們一般人認識的 所謂現代的醫療 現代醫療在醫學上 我們應該是 叫做對抗性醫療 英文叫做 Allopathy 對抗性醫療 但我們看到 現時的醫療 一個出現很嚴重的問題 就要有麥克服作用 很多手術當然 手術一定有它的風險 但醫療的 最近有一本書 叫做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他發現 今時今日在美國 導致人們死亡的最大原因 就是原來我們一般人所使用的 西方的對抗性醫療 所以自然醫療的第一個原則 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傷害病人 好了 第二個原則說 我們醫療的力量 是由自然界拿回來的 Healing power of nature 就是我用自然界的食物 陽光、空氣、水 這些方面的工具 來幫助我們身體 恢復我們身體的健康 或者身體的抵抗力 第三個原則 我們醫療 就一定要尋求問題的根源 不只是醫治的表證 現在看到 現時一般醫療的手法 都是對付表證的 例如你有發燒 他會用退燒藥 痛就有止痛藥 你發炎用消炎藥 你也看到 整個醫療的手法 很多時候只是針對表證 就不是醫治本身的疾病 真正的成因 還有一個原則 在自然醫療裡面我們所強調 我們醫治醫療 就一定要治整體 一個人病 包括他整體的心濕 随多肉體的症狀 包括他的心境 心情 精神狀態 這方面我們也要照顧得到 還有他的生活方式 他人的體質 要成功地處理到一個人的健康問題 或者幫他回復他健康 其實我一定要整個整體觀 要醫治全人的 還有一個原則 其實醫生在智原學上 醫生的意思是 一個導師 醫生不只是幫你治好你的病 醫生的最重要 也要教導病人 如何照顧健康 如何避免疾病的發生 這是一個醫生很主要的工作 最後我們也要了解 如何去預防疾病 以及提升健康 很多時候 病的東西 如果是及早能夠預防 是永遠是勝過 到真的有時何時才去醫 醫生剛才提及到 我們醫治病人的時候 是醫治他的內外 在一個身體上的表徵之外 以及可能他裡面的病發原因 還有就是說 可能我們的精神上方面也要治療 對嗎 心情 心情 大家都會遭到壓力 情緒的壓力 或者有些創傷的情形 我有個問題 就是 剛才你說西醫是對抗性治療 其實自然療法 都是西醫的其中一科 西方的醫療 西方醫療 很多時候有些人說西醫西醫 他經常以為 我們所認識的西醫 所謂流行醫療 其實嚴格來說 是叫做對抗性醫療 英文叫 我想問自然療法 可以跟我們現在 可能會有精神科醫生 或者心理治療 有什麼分別 自然醫療 剛才我講 顧及那個人的體質 身體的狀態 以及他的精神狀態 始終一個人 有不同的情緒上壓力 生活上壓力 會導致他病 當然 在現時的醫療 都有這一科 他叫做心理學 或者精神科 但自然醫療 不是將他分開的 精神的病 你要用精神科醫生去處理 自然醫療 其實醫療整個過程 你要考慮多方面 他的情緒狀態 過去的背景 情緒的創傷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處理 要處理的手法 所以 我們所謂的整傳 現時西方醫療 很多時候是分科 專科 苦產科 疑科 以鼻後科 將人一塊塊來醫 可以看到 他很多時候 只能夠對付每個身體的部分 表情 而對整體健康的質素 其實是做不到的 是做不到的 因為 人是不可以分開來醫療的 不可以一塊塊來醫療 一定要整傳去醫療 所以 你剛才所說 當然西醫也有不同的部分 都有去處理 但他們的醫療的手法 每次都是那個部分出現的症狀 你會怎樣處理 而且他們用的工具 當然跟我們 眾自然醫療所用的工具 都很不同 明白了 其實 可能我會覺得 我這樣看 就是因為他們分科分門 可能有時候 就會找不到根源 或者不夠全面 對病人來說 對嗎 是 沒錯 其實在多倫多大學 最近 在我讀書的時候 當時多倫多大學 有一位社會學教授 都曾經檢討過 即是 檢討當時的脊骨神經科醫生 和西醫方面的不同 他當時的批評 都認為 一般的西醫 他們將人分析來到醫療 叫做 truncated medicine 很多時候 一個醫學學生 很少接受 一個很全面的醫療訓練 進去醫院 往往都是急症 創傷性的問題 都是一塊塊的 反而 他當時的批評 在脊骨神經科醫生 是比較全面一點 和全人方面的態度去看病 而西醫的缺點 是將人分析 所以也解釋到 為什麼醫療效果 是不太好 以及出現很多副作用的問題 明白了 謝謝你的解答 我現在總覺得 自己很年輕 但也不是很老嗎 很健康 看上去又沒有病 沒有痛 是否這樣就叫做很健康 其實 剛才你說 如果精神上 都要是 positive 才是健康的 我覺得很開心 是否健康 其實呢 今時今日 為什麼我們出現 這麼多醫療的問題 其中一個很重要 我們很多時候 一個醫療消費者 往往都不是很清晰 他那個目標在哪裡 就是很多人 會去找醫生 去發燒 最好找醫生 就是幫他退燒 或者他經常咳 他就會用這些方法 按下咳 你可以看到 其實 整個醫療的問題 之所以出現 是大部分的病人 或者醫療消費者 永遠都是搞不清楚 就是你去看醫生 最終目的是怎樣 那一般 當然表面上 都是以為 去處理了病徵 但是呢 處理的病徵 和提升的健康 是兩回事 根本時候 大部分人 在醫療上 很少有一種 所謂健康的定義 什麼叫健康呢 其實醫療消費者 最終最終 他要了解 其實他要尋求健康 如果他的目的是 尋求健康 我們當然一定要知道 到底健康是一回什麼事 健康的定義是怎樣 既然你自己目的都不清楚 你今天沒辦法找得到 到底什麼叫健康呢 健康的定義在哪裡呢 我用世衛組織 在這方面呢 做一個很清晰的 對健康的定義 健康呢 是一個身體情緒 和社交 一個如意的狀態 就不是說 沒有病徵 沒有病就叫做健康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 我們世界衛生組織 對健康的定義 那當然 希波格拉底 怎樣看健康呢 健康呢 是一種平衡的狀態 就是我們那個 精神身體 和外界的平衡 而疾病呢 是我們這個 平衡的和諧 自然的和諧 受了干擾了 那好啦 那根據希波格拉底的 看法呢 那我們的醫療呢 一定要想辦法 使身體 可以維持到 它這個 平衡的狀態 那最好就是 用一些天然的食物 去處理得好 過用化學的藥物 去干擾身體 那另外一種解釋 就是 什麼是健康呢 健康呢 就是一種 一種自由的狀態 就是身體 沒有病沒有痛 那或者呢 情緒方面呢 是有一個 情緒的 我們叫做 那個freedom 沒有什麼 情緒的困擾 或者呢 在那個精神狀態呢 都是一種很平和的 一種的感覺 還有呢 就是 精神狀態 是一種無私的狀態 那這些呢 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真正的健康 就是這樣的意思了 那我下次也不會再 隨便說 我媽媽叫我喝湯的時候 我很健康 因為我終於明白 原來要考慮到 不同的因素 好 接著之後 剛剛 我們 有時候 我真的病了的時候 其實 那剛才你說 那些人 又不太知道自己的目的 那其實 那有什麼叫做 病了呢 那是不是我覺得 不舒服 那就是叫病了呢 其實 為什麼我們要探討 什麼叫病呢 我們為什麼會病呢 因為 如果我們不了解 那個病 那個真正 那個背後真正的意義呢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那個處理的手法 就會有問題的 那 簡單來說 我們身體 你剛才所說 身體是有一種 自我調節的力量 這個是我自然的肯定 就是我們叫做 生命力 或者叫做vitalism 就是 我身體是有自己 調我自己的能力 那當我們的外界的 或者內部的 情緒的因素 或者 總之一種外面的 一種外來的刺激 是干擾我們 這個身體的平衡 那於是 我身體就會 出現一種反應 那這種反應呢 在一般人的 現時的一般人的 形式 現時的醫療 就認為呢 這些就是所謂的病症 那譬如簡單來說 如果你吃錯東西的話 那你身體 怎樣來幫助你 保護你呢 那第一時間 就把那個不好的食物 就把他嘔出來 發脾氣 就嘔出來 那或者可能嘔不及了 已經吃了下去 進去腸臟 很深入 我才知道 這是一個問題 食物來的 那我身體怎樣處理呢 我們就唯有 是用窩的方法 把製造很多水分 把毒素排出來 那或者 如果我們的呼吸系統 受到刺激的感染 打一次 也好什麼都好 那我就打一次 第一時間 最快就打一次 好了 如果打一次 都未曾清得清得 那下一步怎樣呢 我就會用 流下鼻水 伸下鼻梯 將它流出來 其實真的好 很明顯 就是身體 這些表面的病症 嘔吐 其實都是我的身體 企圖保護我們的 這個概念 很重要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不了解 這個所謂病症 其實是身體 我們保護自己的機制 那我們的醫療手法 很多時候就會錯誤地 對付 跟身體的自我調節的機制 是抗衡的 那 除了我就是發炎 我們通常 如果是身體受到傷 或者扭傷 通常會有發炎 又腫又痛 又不能動 那其實 那身體為什麼會發炎 因為身體知道 我們如果身體發炎的地方 是溫度會提升的 我們知道在化學上 如果我們的溫度提升 我們那個新陳代謝 我們那個新陳代謝 我們生物的變化會快很多 那基本上 如果我們的溫度提升10度 我們那個新陳代謝 是快成一倍的 那很明顯 在一個受傷的狀態 如果你用平時的速度去處理 可能要很久才能痊癒 那身體就會令到你發炎 那將溫度提升 那你身體就會加速 那個調理的方法 我明白 我喜歡怎樣發炎 如果整體感染 我們身體怎樣處理 整體感染 我們就用發燒的方法 又是 當他的免疫能力 未曾真正完整樹立的時候 他唯一的工具就是發燒 所以你很多時候發現 新陳代謝是比較容易發燒的 成年人就比較少的 老人家就更加少的 那原因就是 我們身體 即是 新陳代謝 他那個處理抗病的手法 譬如 用那個抗體 或者白血球 那這些其實都未曾鍛鍊 即成熟 那所以他只能夠用一種 最原子的方法 將身體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體溫是 是增加的 好了 那要了解到 那為什麼我們要病呢 我剛才問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的病 我們之所以病 是因為我們身體 是需要 調節自己的 因為有外面的因素 干擾我們 那我們的身體 要化罪條理 於是這些所謂的 表面的症狀 的反應 其實我們一般人 以為誤導 以為 這個就是個病症 我明白 其實那些是說 他們發出一些 訊號 其實是治療 我們裡面的病菌 是嗎 所謂病症 其實就是我身體 調理自己的手段 我想問 剛才你說 提到 我發燒 那令我想起 通常 我們爸爸媽媽 會立刻說 敷冰在額頭 那這個 是不是真的 不對 其實 我知道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記得 他們小時候 如果他遇到病 有發燒 很多時候 家裡都會叫他 蓋棉胎 焗一身汗 我相信很多 一些 年紀大一些 他都記得 他童年 家裡用這種手法 多一些 加速 加速了他們的 新陳代謝 或者 加速體溫 那原因是 因為 我們既然 認同 身體 用提升溫度 來治療病 我們也知道 當我們溫度 提升到103度 我們白血球 吞著細菌的速度 能力是最好的 為何我們以前有這樣的做法 因為很明顯 我們過去經驗 是教給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將身體 焗出一身汗 我們燒就會自然會退 這個是幫助身體 身體要發燒醫病 你沒有跟身體作對 你要加強他的熱力 你會蓋棉 更加熱 更加熱 他就溫度提升到足夠 是處理了這個問題 你身體就會真正好 但今時今日 我們人對身體的病症 有很多錯誤的觀點 譬如我們用冰褲 用鐵 來推銷鐵 你可以看到 身體 可以跟身體作對 我會遲些 我會再跟大家探討一下 近年來的科學證據 已經證實了 發燒是我們的朋友 發燒不是我們的罪人 我還有個謬誤 如果發燒是否會增高 如果發燒的話 那些小朋友 很多時候 小朋友的經驗 我大人有經驗 身體發燒之後 似乎人長了 而且他好像開竅了 即是 像我曾經所說 溫度會令到你的身體 增加速 當然你睡覺的時候 人都會睡在這裡 不會經常走來走去 不會經常貼紮紮 事實上是真的 這是一個人的真正觀察到 觀察到的 可以量度度 真的可以量度度 燒了之後 人是長度的 很明顯 身體加快了 骨都 腳蓋 骨 成長的過程都加速了 所以很多時候 我會看到 沈粉仔 燒一次就長一次 燒一次就長一次 哎呀 我想我以前發多一點 少了 那你已經夠高了 真的 然後 剛才你說的病症 其實我們現在經常都說 有病有病 知道有什麼病症的時候 我覺得我還想知道 為什麼會病 有什麼原因 我剛才所說 病的原因 原因就是因為我身體一種條理 之所以有病 就是因為我身體需要條理 你扭槍 你跌槍 扭了柴 你的身體會 你的腳會痛 痛的症狀 告訴你 那裡有問題在哪裏 如果你不懂得痛的時候 你根本也不知道 問題在哪裏 痛是不是令到 你不敢再搞它 所以扭傷腳之後 它會痛 它會腫脹 腫脹之後 你的腳 是不是不敢再動 已經受傷了 已經拔傷了 你當然在那個時間 你當然希望不要再扭它 不要再扭它 而且它脹了之後 可以說是打了石膏 你的關節 動範圍會減少了 避免你再拉傷它 所以我剛才所解釋 所謂病 一般所謂的病 扭傷了發炎 發燒 窩 吐 全部其他背後的目的 是怎樣呢 是想將我們的問題 徹底處理它 OK 我明白了 另外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作為一個醫療消費者 我們有什麼層面 或者有什麼方法 可以知道自己 是不是醫療服務 是對不對的呢 我剛才所解釋給你聽 現在的文明人 遇到的健康問題 就是很多慢性病 可以說 在文明地方的人 大部分的病 都屬於一種慢性病 可以說百分之七十八十 都屬於慢性病 我就開始想了解 為什麼我們的慢性病 是越來越多呢 其實原因就是 慢性病 其中一個出現慢性病的原因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當我們身體遇到急性病 我曾經所說的 吐、發燒、扭傷、發炎等 遇到這樣的症狀的時候 我們往往我們的醫療手法 是對抑制性的手法 我們不是幫助身體 我們跟身體作對 即是說 我的身體是想自己調理 但你用一些藥去禁它 用一些手法去抗衡它 結果身體說 我想自己治療自己 你不單止不幫我 你還慢慢跟我作對 結果很多時候 由急性病 慢慢變成慢性病 很多時候 呼吸系統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能大部分 呼吸系統 是一種敏感的因素 多於雙風感冒 因為一般雙風感冒 一個禮拜到自己會好 你會發現 經常打車 經常流鼻水 鼻塞 其實很多時候 這是一種急性病 一種敏感病 如果我們的處理手法差 經常抑制症狀 將一個表面的鼻 鼻歌喉嚨 口腔的病 抑制到氣管 往往這種問題 這種上呼吸敏感 會變成下呼吸的問題 就是敲喘 敲喘 敲喘是一種慢性病 它不會自動好 我們解釋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的問題 這麼多慢性病 其實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不懂得處理急性病 是將急性病的症狀 硬要用手法去按 令身體不能夠調理自己 於是處於慢性患病的狀態 這個是解釋到 為什麼我們今時今日 醫療的問題是這麼嚴重 因為慢性病和急性病不同 急性病是你不理會自己會更好 慢性病是你不理會自己會更好 慢性病是你不理會自己會更好 如果越來越多人 由急性病變成慢性病 而他自己一變成慢性病 他自己不會更好 解釋為什麼醫療會破產 因為你一輩子都不會治好他 明白 我們其實都要很小心 或者去明白 我們自己也不只是醫生 我們自己也要明白一下 其實醫療的原理 這樣才可以為自己找到合適的醫療方法 我想大家可能都需要少少時間去消化 或者去理解一下 因為可能有一些很新的概念 對我來說 我自己也覺得 所以我們可以先休息一會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這樣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已經有很多客人買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可以買到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又是我 你們的節目主持人Anna 還有我們的原醫生 你好 Anna 你好 剛才我們已經介紹了很多不同的關於醫療或疾病的基本概念 剛才說到很多人都會 我們已經明白了什麼叫健康 也有什麼叫疾病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問題 是因為人們只知道治療了他們的表值 短期的症狀之後 但不知道其實可能他們的病源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想一下 為什麼會有疾病的成因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新老病死的人都會有病 到底真的病的起因在哪裡 在自然醫療的觀點去看 其實我們的病的主要成因是兩個 第一是毒素內聚 第二是營養不良 當然我們有所謂的意外 藏傷 這些都是一個致病的因素 也有時候我們可能天生有些缺陷 或者有些遺傳的弱點 但這些所佔的病的真正成因是屬於很少部分 真真正正的之人所要病是叫毒素內聚 即是營養不良 即是營養不良 那你會說什麼叫毒素呢 我們了解到今時今日我們的空氣、環境、水、食物 我們周遭有很多毒物 我們的泥土裡面 其實所種出來的食物 本身也有很多毒素 我們的身體可以這樣說 但它對於容忍的毒素其實是有個局限的 今時今日大部分人的身體都有不同程度的毒素 但當你的毒素是多到包含不到的時候 那些毒素就會滿寫出來 於是就出現很多所謂的病症 那我給個例子 我有一位同學在Trinator 他開了很多藥店 就像香港的Watson市 他有很多這方面的藥店 他告訴你 每當卡連華會過後 很多傷風感冒 他不是因為天地變 因為傳染 主要原因是在卡連華會的時候 很多人是大飲大食 喝酒 暴飲暴食 將身體的毒素量增加了 於是那些人就會 因為這個毒素食物的因素 導致身體病起 在外國很多年前 也都企圖做了一個研究 了解為什麼會有傷風 那他就請了很多年輕的那些 那些人做實驗 那他就可能冷他 濕他 淋他 用很多人一般以為 會令到你傷風感冒的方法 來加上身體 那發現他們不會因此而傷風 那於是於感恩節 大家就課假了 感恩節就是大家回家 大家知道 感恩節是很多家庭 都是用大飲大飲大飲 豐富食物 那發現很多時候 感恩節之後 他們的傷風比率是高了 那就是說 很多時候 之所以導致你的病 不是因為凍傷 濕傷 很多時候是因為身體的毒素 內聚多了 大飲大食 飲酒 可能就是這些生活方式 過夜 休息不足 那這就代表他們的病 那所以那個在自然醫療的觀點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病人 是毒素內聚 那當然 如果我們了解到 毒素內聚是我們那個 就是那個致病的因素 那我們處理的疾病的手法 都是用不同的程度去排毒的 那譬如我們用青肝 臨巴排毒 大腸排毒 用那個碗腸水療 那你知道現在腸癌是第二大殺手 香港的腸癌是亞洲最高的 那我用很多這種方法 養份療法 女性就是因為她每個月有排經 所以女性為什麼會被男性長壽 平均長壽四五年 這個所有民族都是 難道你是黑人 白人 黃種人 那我企圖都經常想解釋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女性是平均給男性長壽呢 那在自然醫療的一種解釋就是 因為女性有定期排毒 就是經期其實是一種排毒的手法 那我最近也都了解到 我們很多時候身體的鐵質是含量高的時候 我們那個身體成為一種一種游離機的破壞 那會破壞我們身體健康 那因為女性有每個月的定期的排經 是將烏血和乙血排走 所以她身體是有一個每個月的排毒的機制 所以因此她們會長壽個男性的 好了 那營養不良 我們都會說 怎麼會營養不良 今時今日食物這麼豐富 我們吃的東西比以前我們多了很多 但問題呢 食物的多 不是代表食物的營養好的 因為食物的基本營養是我們的泥土 而現時用一種大規模的 用化療 用很多殺蟲藥的種植方法 我們食物裡面的營養有很多微元素 根本是沒有什麼的 那在外國做過一個很多方面的研究 她發現一般平均普通的人 如果你由她的身體驗她的血 你發現其實她很多的 基本的維他命和抗物鹽都是缺乏的 所以解釋到今時今日 我們這些人之所以主要病的因素 都是毒素、內聚、營養不良 所以在我們的自然醫療的手法 都是這樣用不同的手法幫她排毒 或者是用營養補充的方法 其實我們很多很多病 都用這個方法處理得非常之好 包括情緒病、精神病 發現在外國最近加拿大 發現有很多的所謂情緒抑鬱 Bipolar 狂妄症 或者強迫性的行為 這些很多其實都是因為營養不良 營養不良 長期的慢性營養不良 導致很多疾病的成因 那我想問 如果我們已經知道了 很多病的成因都是因為毒素、內聚的時候 我們自己除了去看醫生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 在不積聚得很多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自己去排毒呢? 排毒的方法其實是相當之多的 或者我們在將來的節目裡面 我會詳細一些教你如何用不同的排毒 大家也聽過清肝 用瀉鹽和橄欖油 來飲服是一種24小時的清肝排毒 用水療、沐浴、淋巴推動、干擦 都是一種排毒 我們將來會找一個特定的時間 我們會詳細和大家分享 排毒的方法 會怎樣去做 或者詳細的解釋給你聽 我們今天都在集中講的治療的哲理 醫療態度那些基本原則 因為如果我們那個原則不清晰 我們很容易迷失的 我們會被很多醫療的技術誤導我們 其實有時候會說 作為一個病人作為醫療消費者 當然香港的環境 很多人都是只會看西醫為主 當然現在中醫被承認之後 中醫都成為一般人都上會去看 香港也有脊骨神經科醫生 大概有一百多人 這些是香港現時轉冊的 這些在外國西方國家 都是一種註冊的醫療人員 但是始終作為一個醫療消費者 每個醫生有他的手法 大家都認為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 但是有什麼客觀的方法呢 是幫一般的醫療消費者病人 可以做出一個準則 我的方法是否應該是最好的 或者最好呢 我們怎樣去衡量呢 他又沒有專業醫療的知識 他對草藥也不太懂 對西藥、化學藥更加不會明白 我們怎樣有什麼準則呢 其實作為一個醫療消費者 他起碼要有幾方面的認識 第一我們要了解 其實醫療有四個層面 不是就這樣醫 其實有四個層面 哪個四個層面呢 第一個層面呢 我們叫做舒緩的醫療 舒緩醫療就是說 你有問題、有病徵 你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服飾一些藥物 天然也好、化學藥物也好 你的病徵會舒緩 但是舒緩醫療之外 你的病徵是舒緩了 但是不會根治 即是會翻法 會常常翻法 例如有些人頭痛 吃了阿時不靈 在當時 大部分情況之下 早期你頭痛會舒緩 但是他的頭痛不會 因為吃了阿時不靈 以後都會越來越少 可能會越來越多 即是概念是否像突效藥一樣 突效藥的意思是 特別對問題有效 有效的程度去哪裏 其實不是突不突效藥 總之呢 舒緩醫療就是說 你做一些事情 令到你的症狀暫時舒緩 但是問題是沒有徹底解決 明白 這叫做舒緩醫療 譬如有時候你的腸胃不適 你吃抗酸藥 或者吃醬酸草藥 Peppermine 薄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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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幫助的 但是呢 如果你的問題 不會因為做了這件事 復成這些藥物 天然或者非天然也好 你的症狀永遠都會重複出現 這是一種舒緩的醫療 不是一個最終徹底解決問題 起碼你了解一下 有一種叫做舒緩的醫療 噢明白 第二 第二 我叫做抑制的醫療 英文叫做 Suppressive Therapy 或者 Suppression 抑制的醫療 就是說 在醫療的過程裡面 你的表面的症狀是被他壓下去的 但是呢 你換回來的 是更加嚴重的 內在的更加嚴重的病症 簡單來說 例如一個小朋友 早期呢 很可能有些皮膚的問題 你用一些藥膏 或者淚固醇的去壓下去 慢慢地 他開始有呼吸系統的問題 你可能經常用抗生素 或者用那些有淚固醇類的東西去壓下去 慢慢地他變成了酵喘 由一個皮膚的問題 或者中耳炎的問題 不斷用抗生素去壓下去 症狀 那些症狀沒有了之後 你換回來的是酵喘 酵喘是會死人的 以前的酵喘不會死人的 但是因為我近來 用很多的酵喘藥 是那個酵喘藥的反彈復造用 令人們死在酵喘的 我最近也聽過 我們認識那些賽車手 在上海 基本上是身體環好的人 都會死在酵喘 我們都記得有位 有些很出名的歌星 鄧麗君 他都是死在酵喘的 其實很多人不瞭解 過去我們沒有這些藥之前 沒有很多人死在酵喘 有了這些所謂抑制酵喘的藥 有些開始死在酵喘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本來可能一個表面的症狀 慢慢地是深化 變成一個內在的嚴重點的症狀 這個治療過程我們叫做抑制醫療 即是你將病症抑制 換回來的是更加嚴重的病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生物仔早期可能會發燒 流鼻梯、傷風 但你會看到他雖然有這個症狀 但他整體的胃口沒有什麼改變 他身體的精神狀態、體力 沒有什麼弱了 但如果你是不斷用一些抑制式的醫療 或者用抗生素去禁止或者退消 他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他的病是會不斷地重複出現 還有他將來病的時候 他會情緒受到干擾 他人悶症了、哭了、胃口又差了 我明白 即是否好像人家說情緒病 或者醫生給他藥去吃的時候 可能只是令到他們腦部運作慢了 而不是真的治療到他們的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你可以看到 怎樣醫療都好 我們始終覺得 有些病症是比較表面一點的 比如皮膚問題是比較表面一點 即是皮膚問題不會死人 但如果你將它抑制 抑制到呼吸系統的氣管收縮 你會死人 如果你普通的表面的病 處理都不好 變成心臟的病 這個會死人 即是病位 由表面的部位是多的 皮膚多的 骨落肌肉是多的 走進身體肺或者肝 或者心 心是一個 單一 我們的腦袋也是單一 即是說 如果你發現病位 由數量多的變成數量少 或者由表面為止的器官 走到心化為止 我們可以說 病位是顯示 其實我們的身體是越來越差的 即是說 我們接受的醫療 是不單止沒有令我們更加健康 是令我們更加健康更加差的 這種現象出現 我們就叫做抑制性的醫療 OK 好了 第三類的醫療 我們叫做腿取代的醫療 即是簡單來說 譬如你那個 有膝頭關節 然後經常有痛 發炎 那樣 不斷吃那些藥去按症狀 那不單是你那個關節 那些骨的組織 不會愈來愈好 反而是愈來愈嚴重 那最後最後呢 就唯有就用開刀 來到將那個 換了個關節 那寬關節 膝頭關節 是一個很常見的 即是會換掉它 或者呢 你有甲上線有問題 那或者甲上線 那個過度活躍 hyperphiroid 那很多年輕 30-40歲的女性 比較多些的 那一般的西醫的治療 都是用一些用機器去按 按好之後呢 可能用那些 所謂有輻射性的癲質 起碼用輻射性的物質 起碼用輻射殺死它 電死它 或者割了它 那很明顯 割了之後 那怎麼辦呢 那甲上線素 是你身體必須要荷爾蒙 你不可以沒有 那它不是吃荷爾蒙 它是吃那種藥 Phyrox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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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體 因為治療過程 是令到你身體 不能再製造荷爾蒙 那你唯有 就用取代性的醫療 就用Phyroxine 那種荷爾蒙代替 那女性很多時候 在筋炎期之後呢 是過去呢 很多女性呢 是被醫生勸服 是吃很多這樣的 荷爾蒙取代藥的 叫做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那現在最近發現呢 現在外國 我起碼有一個資料 是1400個女性 是在告她們 告她們 因為發現呢 用這些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後果呢 患乳癌 和用子宮癌 是大大增加的 那這些醫療呢 即是說呢 你身體 根源期之後 荷爾蒙少了 那怎麼辦呢 我就給你一些荷爾蒙 來取代你身體 要做的 那這種的醫療呢 叫做取代性醫療 即是第三個層面 好了 最後的醫療呢 可以叫做 再新的醫療 regenerated therapy 再新的醫療 即是說呢 正確的醫療 是應該將你那個 有問題的器官呢 是維修到呢 它是可以回復 它正常功能的 那即是 譬如你甲上腺有問題 那你要治療它之後呢 它甲上腺功能 回復回正常 就不是割走 不需要割了它 而要吃那些甲上腺素 成一輩子 如果你的關節 膝關節有問題 你應該治療它之後呢 你治療之後呢 你軟骨會生長 你的潤滑液 能夠回復 足夠 那你可以正常地走路 就不是呢 就拿那個 金屬的關節 是幫你代替它 明白 那在這種這麼多的醫療 是叫做 舒緩醫療 抑制醫療 取代醫療 和再新的醫療 這四種醫療呢 你認為其實 作為一個醫療消費者 你應該是 希望是得到哪一個層面的醫療 我當然希望是第四 是啦 就是很明顯 那你最希望 要避免是哪一種醫療 我覺得是第二 就是你不想將那個 就是一制性醫療 是啦 即是不想將表面的病徵 搞到是深入的病徵 更加致命的 傷心 人口的器官受損 那好啦 那就是作為一個醫療消費者 如果你具備了這種 基本的常識 你不論你看什麼醫生也好 中醫也好 脊骨神經科技術 自然的法學也好 西醫也好 什麼專科也好 如果你最後結果呢 你是要 那個病徵呢 是要長期要吃著那些藥 去按那個病徵 而由一個病徵慢慢地 就變成兩個病 三個病 四個病 那很明顯呢 你的醫療那個方法呢 是錯誤的 那你應該呢 就是回頭是岸 要好心 應該整傳一點去了解一下 那這個四個醫療原則呢 加上我曾經所說的 什麼叫做健康呢 是不是 就是健康的意思之外呢 最後呢 逐點說 吃得睡得玩得開心 OK 如果你那個醫療的過程呢 是令到你變成 吃得睡得玩得開心呢 那這個就是正確的醫療 是不是 如果你最後呢 就是指一個病徵 要用一些藥去按 接著呢 按出其他病徵出來 又要用多些藥 那你藥越吃越多 你從來都沒有掉 掉那個藥的 那雖然你叫病徵受控呢 但這個體質呢 我們叫做沒有了那個自由 就是no freedom You know freedom from pain freedom from physical discomfort 你沒有 你完全要依賴這些藥 你才可以繼續生存下去呢 那很明顯呢 這個不是一個健康的跡象 所以呢 作為一個醫療消費者呢 第一我要了解什麼叫做健康 第二我要了解呢 急性病和慢性病的分別 我們處理急性病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對付表症 你一定要醫治病的根源 病的根源是毒素內聚 和營養不良 如果你的手法處理得好呢 你的身體健康真正會提升 你的表面的病徵會慢慢越來越少 當然呢 再跟大家分享呢 四個醫療層面 舒緩的醫療 抑制醫療 取代醫療 和再生醫療 作為一個精明的醫療消費者呢 我們當然希望呢 那個醫療方法呢 令到你的器官 你的身體呢 是重新真正康復 再生的醫療 才是我們 所以應該追求的 嗯 明白了 我想大家有聽的 就是剛剛聽上一節的聽眾 都會明白到 原來我們要 除了去看醫生 就是給醫生醫治外 其實我們有很多 很基本或者的 醫學原理啊 都應該要自己認清楚 這樣不是的話 很多時候呢 很難找到合適 或者其實有時候 是不適合的治療方法呢 反而對自己身體更加有害的 我們剛才提及到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我們的對抗性治療 令到我們有很多 出現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想問呢 就是這個對抗性治療 其實和這個自然療法 是兩者之間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這兩者當然分別很大 那或者我們 我們再跟大家 再給多些提示大家 在那個醫療的層面呢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的病徵是好呢 其實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在一個直接的醫療過程裡面 其實在一個自然醫療 有一個治療 和一個療法醫生 他就定出一種叫做 Hurling's Law of Healing 即是在我們的醫療裡面 如果有這些發現出現 這個症狀是代表你的人很緊的 那麼他有 他叫做Hurling's Law of Healing 有六個醫療的定律 或者是觀察到的現象 他説當你的病徵的病位 是由身體的上方向身體下方移動 譬如你初初可能 皮膚的問題是在面部的 那麼你的醫治過程呢 面部那個皮膚問題 一路一路舒緩減少 但是呢 向下走的 那麼其實呢 這個方向呢 是正確的方向 即是你身體是向痊癒的方向走的 雖然那個病徵還在 還未走得完 那麼這個一定要接受 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因為始終病的東西 尤其是慢性病 不會說立刻要一醫 就立刻消失了 當然有機會 但如果你發現病位 由向上方向下方移 或者由身體內部向外移 這個現象很多時候呢 我們看處理那些童年的生蚊子病 那些麻疹啊 水痘啊 這些這樣的病症呢 很多時候呢 當身體那個水痘 就是他可能不適啊 疲啊 悶症啊 發燒啊 那麼他不舒服的 但跟著呢 你發現呢 那些紅疹就出現了 水痘出現了之後呢 那麼其實呢 那毒素呢 是由身體的內部 是發了出去出現 跟著你要觀察到 那個生蚊子呢 整體上呢 其實是一路舒服著的 那雖然他當然會癌症啊 注意注意注意 那就是說呢 當毒素呢 由體內爆出到體外皮膚呢 這個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OK 即是不要那麼害怕 不用怕 因為始終身體是要時間 去一個把毒素排走的 那麼如果不了解這個方向的時候呢 你見到他皮膚有事呢 就拿藥膏去壓它 結果將病毒呢 又迫回去了 又迫回去了 所以這個概念很重要的 那麼第三呢 我們的病位呢 是由身體的中間的位置呢 向四肢去走 很多時候呢 你的痛症呢 很可能呢 是脊椎痛啊 接著肩膀痛啊 接著是手肘痛啊 手腕痛啊 手指痛啊 如果你的關節的問題呢 是觀察到這種這樣的轉移呢 其實你的身體是向好的方面的 就不要急 哎呀 哎呀 原來我本來手肘一點都不痛的 給你治一下之後呢 搞到我的手肘都痛了 這樣 那以為那個醫生錯了呢 那去了 又換醫生 或者用其他方法呢 其實你根本呢 在好的時候呢 你就中斷了 你根本好的機會 就很難有了 反而更難了 沒錯 因為可能另外一位醫生 不知道他的病歷 或者情況 不知道這個概念 他用一些方法呢 又扭轉回去了 好的 那還有一個觀察到呢 就是叫做先離後去 先 離開 最先離的 就是最後去的 哦 那譬如我用了 剛才的例子 譬如一個小肘子 可能是皮膚問題 或者變成中耳炎 接著慢慢的呢 喉嚨痛 接著呢 是烤喘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你治療烤喘了 那時候呢 他可能烤喘先走 接著呢 中耳炎呢 又走出來 接著呢 最後呢 皮膚病才又走出來 那譬如呢 最早的皮膚病呢 出現呢 是會最後走的 如果你不了解這個概念的時候呢 你又覺得 哎呀 醫生有沒有搞錯啊 我以前的病好 好了 又被你吐出來 醫生做錯事了 醫生又離開了之後呢 結果呢 他又失了真正康復的機會了 好了 那還有一件事 我曾經也提及的了 當我們的病位呢 由身體重要的器官 轉移到身體 沒有那麼重要的器官呢 那方向是對的 什麼叫重要的器官呢 單一的器官 心臟 即是不能移植 即是 只有一個數 只有一個 那塊壞了 那塊壞了 就完蛋了 如果當我們發現 我們身體那個器官 由一個單一內置 保護得很好的器官呢 慢慢走出我們筋肌肉啊 骨肉啊 骨肉啊 關節啊 皮膚的時候呢 那我知道呢 這個方向呢 是對的 那最後呢 我們醫療呢 我經常講整傳醫療呢 是要顧及到 身體情緒 和精神狀態 都是回到三個主要的 沒錯啦 你很多時候你發現呢 現在我們的精神病 情緒病 越來越多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就是因為我們處理那個肉體上的病呢 手法呢 是錯誤 是抑制的方法呢 變得很多時候呢 由那個身體的病呢 慢慢地呢 是演變成為一個那種 情緒的病 或者精神狀態的病 精神狀態的病呢 就是很多些 幻覺呀 恐懼呀 好像別人要謀距呀 這些這樣的症狀呢 其實是一種精神狀態的症狀來的 那麼 如果我們發現呢 當一個人 從肉體的病 慢慢加上情緒病 精神病呢 我們很明顯呢 這個病症呢 病為呢 是越來越嚴重 他就一定呢 就要扭轉頭 想辦法扭轉頭 那麼這個呢 就叫做Hurling Law of Healing 好了 那麼這個一個 這個原則很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認識這個原則呢 你想找到一個正確的方法呢 你根本是很多時候 你會迷失的 你只是會靠呢 病症消失 病症按得快 你就以為這個方法好呢 其實呢 最終最終呢 你會得來一個慢性病 還有一個概念 我們的身體健康呢 就不會呢 就是 一線直落 或者醫療的時候呢 就突然之間好 就算你遇到意外也好 很多時候呢 你意外的期間呢 你可能身體會 轉暫性的症狀會舒服一點 可能他不覺得痛的 雖然骨頭也斷了 我最近就有一個 阿雲匯 香港一個單車的選手 跌到連肋骨也斷了的時候 是 他都可以繼續去的 他會繼續引導著痛 因為腎上線素會加強了 那麼我們發現 很多時候 就算醫外創傷呢 病症呢 都不會一聲一直下降的 都會跌下停留下 好一點點 又再跌下 又停留下 又好一點點 所以在治療過程裏面呢 我們不要要求呢 我們那個病症呢 身體呢 會直線的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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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鋪 很順利 一路的症狀要改善的 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會好一下 跟著停留了 滯留了 或者差了一點點 跟著呢 你要轉一些方法呢 就再繼續 把它慢慢慢慢提升 所以我們說呢 我們的所有的病呢 是一個周期性 就是一種 一種psychical nature 就如果你不接受這件事呢 你經常要求醫生呢 一定要治療到你呢 述值才上升呢 基本上呢 你很難會真真正正正 找到一個方法呢 是真正最後呢 將你的健康呢 是全部全面提升的 終於明白了很多 關於這個醫療上升 自然醫療那個客 作為一個醫療消費者 你要具備什麼的常識 你才有機會呢 是逃出現在的慢性病 醫療破產 這個的困境 是的 因為我覺得呢 可能我們經常都會聽一些 不同的節目 或者報章集資 都會分享一些健康的常識 要吃什麼 吃什麼維他命 怎樣飲食的方法 但是我們很少人會去了解 或者深入去探討 最根本的病的原因 或者是我們怎樣 有什麼方法去 教我們去選擇 合適的治療方法 我覺得很精彩 但是呢 今集時間又差不多了 好多謝 好多謝 謝謝 再跟大家分享 是的 也多謝各位聽眾 一直在聽我們今集第一集 這麼精彩的內容節目 好多謝 多謝完醫生 還有各位觀眾 好 拜拜 拜拜